星期六传出四架俄罗斯战机被乌克兰击毁的消息 这个消息真实吗 当日稍早事后 在社交网络流传的大量图片和视频显示 四架俄罗斯军机被击毁 但俄方目前只承认只有一架直升机坠毁 且未公布坠毁的原因 发行社报道说 星期六一直至少有一架俄罗斯空军的米8直升机 在俄乌边境坠毁 机上两名飞行员丧身 俄罗斯塔斯社原营军方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 米8直升机坠毁之后 两名飞行员丧身 另一俄方来源的消息也证实 直升机在发动机起火后 坠毁于哥林茨镇 哥林茨镇位于布梁斯克地区 距离乌克兰边境65公里 据该地区官员亚历山大伯格玛兹说 一名妇女被送进了医院 无所房屋被破坏 但她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不过俄罗斯驻乌克兰占领区官员弗拉吉米尔 罗格夫的说法与网络流传的说法吻合 他表示 共有来自俄罗斯的两架米8 一架苏35和一架苏34被击落 直升机和苏34的飞行员全部丧身 俄罗斯官员目前机位否认 也未证实这位官员的说法 俄罗斯国防部目前阶段也未发表任何评论 乌克兰副总理魏列书克则表示 我们可以理解俄罗斯人今天为什么非常不高兴 他们少了两架战斗机和两架直升机 但还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说 这是正义和因果报应 他指这四架俄罗斯军机正在执行 打击乌克兰北部切尔尼哥夫地区的平民的任务 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地区是4月底 乌克兰实施的一次荒炸的目标 并造成4人死亡 该地区最近成为无人机袭击和铁路破坏的目标 与此同时 星期六巴赫姆特争夺战激烈进行 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在社交网络上说 乌军持续向巴赫姆特方向挺进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纳·马尔亚尔 周六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说乌克兰军队正从巴赫姆特郊区北部和南部 两个方向推进 周五的消息说 乌克兰军队已挺进巴赫姆特纵深数公里 俄罗斯瓦格纳准军式头目 普里戈金则指控俄罗斯正规军在遭乌军打击后 仓皇溃退 莫斯科周六指责乌克兰在俄罗斯控制的东部地区 卢干斯克使用了英国远程暴风营导弹 袭击平民目标 乌克兰军方尚未就此做出评论